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好 好 很開心和大家一齊有實體的崇拜 榮耀歸比主 哈利多耶 今天的訊息是 我將神的話藏在心裏 其實基督徒都一定是 認識聖經 曾經讀過聖經 可能記得 二項福音三恩十六節 可能記得有些經文 但是你有多少努力放在 真是去背多些金句 應用多些金句 背金句有兩種 一種就是真是照足每個字 另一種是背那個意念 在我們來說 因為很多人來說 可能你背到一些意念 你會記得那些意念 就會對我們的靈命隨時有幫助 但是你能夠念熟當然更加好 是會隨時隨地幫助我們的生活 以及我們侍奉 處理生命 相對地 很多人將什麼藏在心裏面 八卦新聞 人的不好 傷心的東西 困難失敗 很多人心裏面一裝了 哎呀 很慘 哎呀 那些人真是壞 那些人對我不好 他們得罪我 他們傷害我 他們拿走我很多東西 很多人都收藏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有沒有好處呢 是沒有好處的 只是帶來破壞的 這些東西一定有破壞性的 所以我們心裡 我們就小心藏了些什麼 大家問一下 你從起床的時候 到一路整天 你的心裝著的是什麼來的呢 反覆思想是什麼呢 是不是一直想著 耶穌真是好 耶穌又幫我 反覆思想 哎呀 很難搞 很多困難 到底是哪一件事呢 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把神的話藏在心裏面 詩篇1819篇 是全聖經最長的一章聖經 我抽取了其中一部分 我們大家一起讀一下 都是講到神的話語的 他講到律法 都不是單是指教舊的律法 都是整體講到關於神的話語 一起讀一下 少年人用什麼結證他的行為呢 是要遵行你的話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 免得我得罪你 求你開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六十八節 你本為善 你所行的也善 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九十二節 我若不是喜愛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難中滅絕了 一零五節 你的話是我的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一百三十節 你的言語一解開 就發出亮光 使愚人通達 為什麼我講節數 因為有些人可能在網上聽 我講完節數 有些人的節送 這個內容是非常好的 少年人 其實不只是少年人 不過少年人因為太多 可以想起很多污衛的事情 很多問題 從少年開始 一直有神的話語是最好的 少年用什麼結證他的行為呢 就是遵行你的話 就是遵從神是最好的 因為不遵從神一定有破壞性 任何地方 有那麼多地方 不聽神的話 一定有破壞性 就是固執 猛狀 怒吵 想別人的不好 罵別人 以惡對惡 別人不好 我要惡回他 全部都一定帶來破壞性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遵行你的話是最好的 求你將你的話藏在我心裏面 免得我得罪你 時時將神的話藏在心裏面 一方面 這個話 我將你的話 即是說我真是刻意的 將那些話去記得 去念了聖經 求你開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們每個人的眼睛都是打開的 入口 現在有少許人的眼睛都有點黑了 我們眼睛應該打開的 應該看著講完 這樣更加能夠領受到信息 這個說開眼 是否就是眼睛打開的意思 這個經文不是這樣的意思 它說到深層 能夠在靈裡面看通聖經的美好 因為聖經真的很好 因為唯有神才有一切的祝福 所以我經常都記得 詩篇十六篇說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我所有的好東西都在神那裡 全部是神給的 我有神就足夠的 什麼都足夠的 而且我所得的 你為我持手是神給我的 所以眼睛看到這件事 其實基本上 為什麼有些人愛主 有些人不愛主 愛主的人就看到神是最好的 我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跟從神是最好的 那些不愛主的人就覺得什麼 無所謂 哎呀 總之你信耶穌 總之你回到教堂 坐那裡聽聽就行了 我都有做些小事 那就行了 那種意念在他裡面 就影響他的生命 但是如果他的信念 他開眼睛看到 世上一切都是神做的 沒有人能夠走雞 你走不掉神的手 當我們要靠自己的時候 你就要面對世上一切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把握 但是神是有絕對的把握 我們的前路 無幾困難都好 一定有把握 所以開我的眼睛 看到神的律法的奇妙 六月八節 神本為善所行的也善 我希望大家都經常這樣看 我待會會說到 我有一個其中的神給我教導 就是發揚神 屬性查經法和講道法 時事都說到神多好 當他經常看到神多好 人就開心有力量了 我見過很多人有問題 他都說 哎呀 神都沒有幫我的 神不幫我 神都不知道怎樣 我怎樣去找神呢 因為他們對神不認識 但是為什麼我會看到神這麼好呢 第一 聖經告訴我 第二 我在生活中 經常觀察神的作為 我每一件事都去想 即是我看到什麼事都去想 包括我身體的構造 包括神在我心靈中的感動 我看到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經常都祝福我們的 所以我看到神是最美善 我就走上神的路了 你所行的也善 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教導我 讓我看到神的美善 即是我們信耶穌不只是 信和遵從 不只是做這個 而是榮耀神 經常 我們的口說出神多好 經常活出神的美善 也都享受神的美好 多謝耶穌 人們就輕鬆了 九日二節 我若不是喜愛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難中滅絕了 因為人在苦難中 有很多人會很低沉 身體有問題 或者被人傷害 有很多問題 但我們有神 保守我們 我們有一切都得到神的保守 得到神的祝福 一百零五節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我們前路沒有人知道的 明天什麼發生呢 未來的世界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神 我們知道一件事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祂一定會成就這個計劃 我就不用擔心 我就一定走這條路 一定蒙福的 我希望大家經常都數算回神 為我們如何預備這條路 於是以後我們都相信了 神一定有美好的道路 而神的話語一解開 所以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就是神的話語 當我們明白它 解開祂的話語 即是用聖經解聖經 不是用一些先有的觀念 在社區 在網上有很多流行的教導 不一定全是對的 我們需要分辨的 用聖經去分辨 當我們真的用聖經去解聖經的時候 我們發覺聖經是很奇妙的 如人有通達 也要智慧人更加通達 所以這裡最重要的一句 我將你的話創在心裡 免得我得罪你 心裡 經常有神的話語 就很安全 很穩固 很穩定 很穩定 這個相片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 這是誰 以前原來有這麼多頭髮 其實那時 因為神學院那時 神學院那個地方 因為雪蓉有很多藥 在那時頭髮脫得很快 之後一直脫 下面的汽水車現在沒有了 其實我當時 用的汽水 不是用的 我做工 曾經在暑假 我就托汽水 有幾個暑假我托汽水 我試著托 兩盆細水 不過你不知道什麼叫兩盆 你看到以前那些 24瓶那些 托上肩膀 細水可以托三盆 大水可以托兩盆 還有走很多級樓梯 最重要的就是去龜貝灣 龜貝灣是不知道幾多級樓梯 一落要落曬 一上又上曬 上就是空樽 落就是滿了汽水 就是落到下面 然後找地方要落博 但是有時候其實有空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經常都滿曬的 車長就會載我們去某處 就在那裡睡覺 那我就覺得那些時間很浪費 我就買了一本細聖經 我想找回照片也找不到 那時候買那本聖經那種尺寸 其實當時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條褲子 和他們的衣服 就把那本聖經放在袋裡 那我去到很多地方 我就在那裡念和思想 在我初信的時候 神就給我這個心去念金句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你可以帶著一本聖經 或者我們現在的手機 你可以將一些聖經工具 可以有記憶的 記得哪些金句 那你就念那些金句 這樣你的心就穩定了 我今天都有很多金句 放在這張紙上 不過有一點點加憎 有一點點不同了 就是希望大家 你都會用回那些 一會兒你拿回那張秩序表 如果你沒有的話 這樣就將聖經藏在心中 是一生受用不盡 你念手機 現在不用了 以前我們打電話 記得很多人的手機 那些不是手機 那時候的電話號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個經驗 現在不用了 沒有人懂得念 沒有人懂得念 當然 在這個時候 因為已經有了那些記憶 但是你記任何東西 它的益處只是短暫 但是你記聖經 由你初信 到成長 到你侍奉 到你臨死 都一直有用 對不對 根據永遠在我們心中 加給我們的力量 而且神是照祝祂的應許去做事 神不是可以說 答應了就當沒事的 神一定成就 所以是一生受用不盡 所以我們祝神的應許 就能夠得著智慧 對神有信心 拿走負面思想 隨時得安慰力量 隨時幫助人 由你小朋友開始 到老年 所以如果大家有小朋友 你就從小時候教他 很簡單 你不用念一句 神愛世人 小時候教他 神愛世人 他懂得說 他很小時候已經懂得說 於是慢慢 聖經入了他的心 如果大家不是有小朋友 你自己也是的 你現在唸了金句 你重複讀 重複讀 其實不用很久 你把金句拆開 一部份 讀開 重複讀 重複讀 你就會記得 然後你放下 可不可以記得 記不回來 又重複讀 將整句的金句 一路反覆 由一小句 一小句去記 你就可以記得 整節的金句 那你就以後都可以用得 不過你發覺 過了幾個月 不用又忘記了 又再看 慢慢就會記得 好了 神亦都給我這個 法人神屬性 查經法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 想到信耶穌 就說我要做什麼 就沒有想到神多好 很簡單 比如我鼓勵人祈禱 我怎樣鼓勵人祈禱呢 我神有個好計劃給你 是真的 真是神給你個個 個個都有好計劃 當你一親近祂 你讚美神 倚靠耶穌 神就歡喜 神見到哪個真心祈禱 神很喜歡 祂就會祝福你的生命 就會把恩典放在你身上 把各樣的福氣放在你身上 所以我們越感激神 越喜歡神 整個生命就蒙福 好 我昨晚看了一個見證 以前有一個人我跟他說邪靈 你上網看關子媒 然後葉牧師YouTube 你會看這個人的見證 他有好幾個見證 他說到他找我釋放 釋放之後 他就聽到神的聲音 甚至上到天堂 很多次上天堂 上天堂 他就聽到耶穌跟他說關於我 他怎麼說呢 他就很有趣 他說耶穌說 阿葉仔 他就 葉仔是誰呢 然後是葉牧師 不過耶穌真的很親切 用我的方法 阿葉仔 他就覺得很親切 而且他就 看到他自己的本 這個相像是紀錄冊 他就很好奇 因為是我幫助他靈命更新 他就說我想看耶穌斯那本 《生命上天賊》 這個《賞賜紀錄冊》 我感謝神 不是我配 是神的恩典改變我 更新我 其實我犯過很多罪 但是神赦免 神將我更新改變 他就看到我這個《賞賜紀錄冊》 是厚 包金 和面上寫著我的愛子 然後寫我的名字 我自己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神啊 我不配 我看回 神啊 你真是好 我看到是神的本 那個好處 不是我的好 不是我夠好 是神多好 將我提升 將我改變 所以我一想到神 神真的好 你真是讓得好 所以我 時時我講到聖經 我跟別人講話 我都說神很疼你 你親近神 神就有很多禮物 每天都送給你的 凌凌隆隆隆 你一生是用之不盡的 是不斷有不同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 第一件最重要的是 神的美善 這個善 於是你祈禱 神的美善就臨到你身上 你看聖經就發掘神的美善 你遵從神 神就會紀念 耶穌很特別 祂就說到你給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賞賜 祂說你做少許都好 你有真心去做 我就會賞賜 就是看到神的美善 但是人是不同的 人就說 你考試九十分而已 人家一百分 你九十分未夠好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 你已經很好 祂不會看你的努力 祂只是看你未做得夠好 但是神永遠都說 我一杯涼水 很多人都說有沒有搞錯 一杯涼水這麼簡單 我也做到 耶穌說那你就做了 你做我就歡喜 你真心做我就歡喜 耶穌就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麼容易令到祂歡喜 那我們就有信心 所以我越看聖經 我就越發覺我們的神 是美麗到不得了 從來沒有一個人 這麼簡單 這麼體重人 這麼接納人做任何的事 任何他都欣賞的 任何任何好的事 他都一定賞賜的 神那種美善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你想到我就想到什麼呢 發揚神屬性 發揚神的美善 祂的本性多好 我一齊讀一下給前書二章九節 唯有你們是被簡算的族來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基的國道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 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了 前面講到我們幾尊貴的身份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叫我們宣揚那一位 召我們出黑暗 本來我們住在黑暗中 呼著我們脫離黑暗 進入這個 不是普通光明 是很奇妙的光明 這位神的美德 這是一個很長的形容詞 形容神 形容祂就是 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這個神 祂的美善 所以希望大家 永遠都是說 神真是好 就算講見證 神真是好 我們沒有聽話 但是神也吸引我 我一聽話 神又如何提升我 神真是 時事都是祝福我們的 那就榮耀神了 這就是我們生命的目的 好了 以下我會講一些 聖經對我們的幫助 我裡面也有經文 經文我也會發揚神屬性 或者講講神的屬性 還有這些經文如何幫助我們 這是第一點 就是聖經經我們認識神 和對神有信心 很多人對神 經常都誤會 覺得神真的有些人這樣想 神弄我們 弄我們 弄我們 弄到我們受苦 真的有些人這樣說 神弄到我又生病 又沒有工作 沒有人喜歡 他沒有想到 其實很多這些 是他自己帶來的後果 不是神做得到的 我們有經文跟我一起讀 臨前 臨後一章二十節 神的英許不論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事的 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的 叫神因我不得榮耀 這裡講到 神的英許無論有多少 在基督裡面 一定是yes 一定是的 他永遠不會反悔 聖經說 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誓公義 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一定 你真心就 一定赦免 不會有例外的 只要你真心 神啊 我真的犯了錯很多次了 很多很多次了 你赦免我 神就很歡喜了 憂傷痛苦的心 必定的 祂不會輕看的 所以 聖經說 祂的英許 無論有多少也好 多少答應你多少 都市yes 一定是 所以藉著他也都市 是實在 叫神因我們得榮耀 當我們活在神的英許 人的生命就榮耀了 所以神那種美善是甚麼 祂是一個信實的神 而祂的信實 全部都是好東西的 有些人他們會這樣 他們以為神 就助祂 罰祂 神會罰過 當人有罪 但當一個人真的跟從神 神會容許咒座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要明白這一點 神永遠不會說 咒座人 當人收了神的信息 譬如說 你現在被咒座 這不是神的聲音 神不會這樣說 神會說 你有甚麼罪你悔改 你悔改我就祝福你 祂如果指出錯 祂只是說你有甚麼錯 祂不會說 你現在被咒座了 現在有人在罰 對你不好 神不會這樣說 神只是說 你有甚麼罪 你悔改這些罪 神一定會聽 一定會祝福 所以我們的心 不要將神變成一個 好像經常搞人的神 而是祂一定是 實在是對我們好的 一定是好的 祂答應了一定是好的 祂的美善 祂一定照祂的應許來做 是好的 西方的書 3章17節 真的很漂亮 祂在你中間 必因你歡恩喜樂 這裏對於神的屬性 是很美善 讓我們看到 神是怎樣 祂因我們很開心 很開心快樂 默默地愛我們 祂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有幾個人看到你 就馬上說 很開心 很少 如果你有子女 買些雪糕回來 她會很開心 你又有雪糕 很小的時候 看到你會很開心 不過越大 可能那些開心就會減退 沒有那麼興奮 但你買些東西回來 或者到大 買東西都沒用 買手機 我買了手機給你 但可能她會說 為什麼你不帶我去買 我要選那隻 不是你那隻 她的心意已經不同了 但是神是怎樣 雖然我們不聽話 祂會因我們歡恩喜樂 默默地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看到神裡面那種開心 和欣賞人 喜歡神 永遠都是愛人的 是很美善的 真是神是那種善良 世人是沒有的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希望大家聽到 真是好 神真是好 祂這麼美善 真是好 祂會因我們歡恩喜樂 尤其當我們愛祂親近 祂會更加歡恩喜樂 好了 《以賽書》49章15節 《不年在想 mapa的生意》 ivamente 《不年摄她所生養子》 有要忘記的 我卻不能忘記你 即是那 神為媽媽 有這種性 祂真是不會忘記 吃奶的嬰孩 祂一定會憐憐 它 心得非常關心 很緊張 祂和什麼 それ媽媽非常緊張 因為神將照片放在媽媽 亦都放在動物的媽媽那裏 那些動物 我見過在影片 那隻獅子不見了 牠不斷走很遠路 牠的叫法跟平時叫不一樣 呼…呼… 很淒涼的叫法 一邊找一邊找 找到很開心 即使在動物裏面 也有這種性 而且我覺得神做狗是一個很大的禮物給人 狗對人真的很忠心 很歡喜 即使有老狗 看到主人也很歡喜 這些聖都是神做在動物裏面 做在父母的心中 我們看到神本身經常顧著我們 經常想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到神 像我這樣 真的會很喜歡神 神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很歡喜你 你一定會祝福的 我只要聽你說親近你 你一定會祝福的 神本身已經想祝福了 當你這幾處的經文你念了 就算你不記得 你記得甚麼 神的應許永是事的 你記得這句話 那已經很好 總之牠答應了一定會做 祂恩我們歡恩喜樂 默然愛我們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開心到歡呼的 神永永永不會忘記我們 你經常記得這幾句金句 你永永不會埋怨神的 你會說 我數一下神給我的恩典 我知道神一定愛我的 好了 聖經就造就淑靈的生命 安慰勸勉我們的 臨前十四章三節 但作先知廣道的說對人說 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神的話語是安慰 造就勸勸勉的 不是就會說 你現在很慘了 快有些不好事發生了 這些不是神的聲音來的 神的聲音永遠都是祝福 當你一悔改 一跟從神 永遠是祝福 如果我們有做錯 有甚麼不好 神是指出錯 不是說給你聽 沒有希望 沒有希望的就不是神的 人們會說沒有希望的說話 好像你那麼蠢 你將來怎樣呢 不行了 你將來做乞丐了 這些就是沒有希望的說話 但是神會怎樣說呢 我有個計劃給你 很好的 你想不想進入計劃 你聽話就進入這個計劃 我已經為你預備好了 神永遠是被人盼望 有機會的 永遠不會被人絕望的 所以我們的心都是 不要讓自己絕望 也不要讓別人絕望 永遠說話令人歡喜 先跳一跳 然後《腓勒比書》四章十三節一起課 我靠著我 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多難做 就是神的力量 甚麼都能做到 當然這個 有些人就當他甚麼 你可否舉起地球 舉不起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我們的生命可以提升到一個很高的程度 當然這個凡事多難做 不是 我們全世界都相信耶穌 行不行呢 聖經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意思是說我們能夠將我們的生命發揮到一個極限 極高的程度 這個每一個人都可以 你和旁邊都說 你可以發揮到一個極高的程度 即是我們每個都可以 這裡看見神甚麼屬性呢 神是想發揮人 還有神有力量幫你發揮 是沒有限制的 但是有很多人的心中就覺得 不行的 做不到的 沒用的 不得我 即是我一定不行 那個人是可以的 很多人都有這些負面的想法 但是我們可以說 神說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發揮 那你靠著耶穌 你一定可以一路提升的 在我生命中我學過很多東西 其實有些都很難學的 但是呢 靠著耶穌 神一定可以的 我最近因為在第二間教會打鼓 其實我打鼓已經學了很多年了 不過不是很多時候練 我發覺有些那些打法 有些 一下子要連續幾下 在網上我看 我又很忙 但我又不是經常練 有時來中 拿著鼓棍 即是幾下動作 手腕和手指一起 連續怎樣打出一個連音 我以前曾經菲律賓跟老師教過 一下子打下去 他自己會彈的 但那種一種方法 即是甚麼都改善的 用我這麼大的年紀 又再去改善打鼓 有些人就覺得 林佬又吹打 但是其實 林佬學吹打 但是其實我們甚麼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學習 都有能力 可以祝福人 而最重要就是能夠祝福人 二聰俠四十章三十一節 但我等候耶華的必重生得力 他們必如英展示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即是神給我們有無限的力量 有很多人 其實心力沒有 心力也沒有了 心裡面 很慘 很慘的時候 整個人的血管也不通 神經線也不通 結果人也不知為何會這麼累 但是當你有動力的時候 你自然會通的 很簡單 你要去讀書 一想讀書 沒心機了 沒心機 看來看來也不知他在說甚麼 但如果你說 他就馬上精神了 立刻彈起來 為甚麼呢 你喜歡那件事 當我們想到神是喜歡 你就有動力 神是最好的 很多人背金句有沒有搞錯 背金句這麼悶的事 但是當我們深信神是祝福 你背金句也有動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有這種動力 就算你上班 哎呀 我看著那班上班的人 真的很辛苦 但是當你榮耀神 你有好的見證 那些人總會被你影響 未必每個人 但總有人被你影響 所以我們做甚麼都好 就算上班 做一些很困難的事 我們都一定堅持 其實我自己 真的從早到晚 我一旦就是祈禱 我和太太一起的時間 有時候去拍拖 有打球的時間 其他時間 我從早到晚 我是沒有浪費的 我經常都是做不同的事 因為我太多事想做 我現在準備寫很多的書 原來在網上有很多地方 有網上的書 那些更加會廣闊 我會送給別人 其實我裡面有很多想法 我很希望 神為我預備一個人幫我寫 更加快地寫到更多的書 可以幫助更多人 神一定給我力量 一定可以一步一步做到 好了 聖靈也會跟我們說話 這些應許你觸實 也是很大的幫助 不過我們一定要分清 聖靈的聲音 和邪靈的聲音 和自我的聲音 有甚麼分別呢 聖靈的聲音是被人盼望 是合乎聖經 是你用的時候 將你的生命改變的 邪靈的聲音是令你失望 懼怕 沒有盼望 人的聲音是追求自私 追求自己的東西 你會分辨 不是你想出來 而是聖靈教你的 約翰十章二十七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很特別 很感謝神 神是跟我們說話的神 是很大的恩典 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我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我本身聽神的聲音 告訴我聽的東西 不是很多 我是教導很多 但有些人聽神的聲音 是很多的 我曾經跟一個人一起去宣教 他時時都聽到神的聲音 我們就以為 那個車是去飛機場 誰知道原來不是 因為他叫了兩輛車 我們在大堂等 然後人們上了一個大巴 放下行李 然後走到中間 他就立即聽到耶穌說話 他就說 耶穌說這輛車不是去飛機場 我們問這些人 他說不是 再過幾輛才是 即是他叫了兩輛車 我們聽不到 接著他走 神可以即時跟我們說話 他就說 當我受迫伯的時候 亦都有兩個人 兩個人都不認識我的 有一個是三不識七 在聚會見到我 因為我跟一個教目聊天 他又跟那個教目聊天 他就跟著跟我說 他說我想為你祈禱 我說好 聚會之後他為我祈禱 他就說 你現在正在面對一些很大的困難 你一定要很多討告 但我完全 即是他不認識我的 他不知道我現在正在面對這些困難 神真的會跟我們說話 不過我們要分清那些是否出自神 而一定用聖經去驗證 以及用聖經加力給我們 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他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這就是個個都聽到的 我們犯了罪 聖靈會提醒我們 那代表什麼是神的屬性呢 神永遠接流我們 我們犯了罪也會接流 祂都是循循善友 一直引動我們 祂不是罵你 祂是感動我們醒的 現在很多人都是犯了罪之後 祂感動到神感動祂 祂就感動哭 就不是被神罵到哭 是神感動祂 以至祂會受感動 神就是這麼柔和 祂永遠都是很柔和 很謙卑 但是祂永遠都能夠幫助 任何一個 有很多見證 我上網看的有些真的很奇妙 有些人的生命完全破壞 吸毒 玩女人 犯罪 坐牢 離世大譜 但是神可以改變祂 以至祂能夠幫助別人 《弗勒比書》二章十三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句說話是很好的 說到神和我們一種高度的聯合 當基督徒聽神話的時候 我們立心去做 立志行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是神運行 即是今早你回來 是神運行在你的心中 當你肯聽話 肯祈禱 提醒你 是明明你自己想祈禱的 但是聖經說 你立心去做是神提你 即是神和基督徒 尤其是愛主的基督徒 那種聯合是高度的 所以聖經有句話說到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那麽多前書六章十七節 與主聯合的 與祂成為一靈 即是神和你 是契合的 祂會一直感動你 你以為你自己想 其實是神幫你提醒你的 即是我們變成了 整個人是自由的 即不是像我是機械人 神說轉右轉左轉左 不是這樣 而是你自己想轉右 但是神感動你 即是我也試過 不要乘搭這班車 乘搭下一班車 明明都不是平時乘搭那班車 忽然間去到那裏就見到一個人 即是神為我安排 而我當時見到他 即是我有很多這樣的經歷 這就是神叫我們立心去做 以及做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身邊運行的 讓我們看到什麽呢 神有奇妙計劃 只要你聽話 祂一定帶你走那條路 是沒有死的 不用擔心的 不用擔心的 祂一定會教你走那條路 以致你走那條路 是不會走錯路 只要你聽話 聖靈一提你 你立即聽話 那你一定能走那條路 而唯有這條路才對我們最好的 這個經文我很喜歡的 《腓勒比斯2章13》 因為告訴我們 你的心有愛主的心 其實是神運行的 是神一直在我們心裡運行 而祂那種美善 祂掌管一切 祂掌管一切 但祂不是控制我們 祂是感動我們 祂會感動我們 以致我們會做這些事出來 馬太十章十九節 你們被交的時候 不要思慮怎樣說話 話說什麼話到那時候 必至給你們當說的話 當我們受迫迫的時候 耶穌說你不用怕 你不用想說什麼 聖靈到時會告訴你 所以受迫迫的時候 不是一早被提 不要以為大災難來了 快要來 我們就脫爛了 純一聲就消失了 飛去 然後就說不用了 脫離世上的苦難 但其實聖經說 我們是要經歷這個大災難 但很多人想到大災難死了 哇 快點快點 我不可以生存到那時候 我在那時候之前要離世了 即是不可以生存到那時候 真的很害怕 但我就看到大災難怎麼看 我又看聖經 我詳細看 我現在一直查考啟示錄 我今次查考 還發現了更多東西是甚麼呢 在啟示錄說到 在這段時間 三年半 大災難時期 同時有兩個見證人 不斷在作見證 並且有人攻擊他們 他們口中有火 以及各人攻擊攻擊這個世界 讓人知道耶穌是真神 他們是掌權的 即是在三年半災難 同時神有他的工作 最後雖然他被這個獸殺死 但又復活 又升天 應該每個人都相信耶穌 好 接著有三個天使要宣告 第一個天使要敬拜神 第二個天使要敬拜神 第三個天使要敬拜神 以及受這個獸印記 就會在流氓的火湖裏 這句說話 這個天使說是甚麼時候說呢 是大災的末期一開始 如果全人都受了印記 記得那時候他說也沒有意思了 所以他是早期說的 告訴別人 你不要受這個獸印記 你受了獸印記 你永遠就在地獄了 他警告那些人 沒有理由等到最後 很多人都已經受了獸印記 他開始的時候警告那些人 向全世界宣告 就是每個人都聽到 而他仍然要受這個獸印記 他自己負責 那麼我們看到神掌管一切 以及聖靈會教我們當說的話 如果聖靈會教我們當說的話 到時他也會教你 你去哪裡走呢 你今次出正門 下一次出後門 你今次去哪裡 你躲在哪裡 你哪裡有食物 或者我怎樣供應你 神會跟我們說話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大災難是有很多興奮的事發生的 雖然隨時可以被殺 不過被殺之後 神的想志更加大 心裡我是不害怕的 到時會不會害怕呢 當然有些害怕的 不過我就說 神你保守 我不害怕 我奉耶穌明宣告 我不需要害怕 就是當我越看聖經 我越看到 我都不是普通人 用普通眼光看聖經的心態 而是我深信神掌管一切 我希望大家 多些在我身上看到那種 识經 詳細看聖經的重要性 有些人敢回應我 你經常斟酌於聖經字眼 那不是斟酌於聖經字眼 斟酌什麼呢 斟酌你的心想什麼 我們不是信你想什麼 聖經說什麼 我要詳細分辨聖經說什麼 來找出答案 好了 還有聖經幫我們有穩定的屬靈的生命 時間關係我們就跳快一點 這裡是愛慕這個純淨的靈奶 我們就看到神是一個 真是能夠凡事供養我們的 就算神做的人奶和馬奶牛奶 全部都不同 其實人最好喝人奶 因為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個人生了兩個寶寶 媽媽媽仔 一個餵人奶一個餵了奶粉 發覺那是健康強壯的 那個吃奶粉應該是瘦的鞍 真是很明顯的對比 神做的人奶是最適合寶寶的 就不是牛奶 牛奶是給牛的 神給我們的靈奶是給熟靈的 祂的靈奶一定幫到我們 你依靠耶穌有神的熟靈的靈奶 你這個靈命一定會更新的 在創世紀50章20指上說到 約失被祂的歌出賣 被祂的歌出賣 祂以為害祂 但是後來祂發現 原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是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就是原來任何不好的事發生 只要我聽話 我不用擔心 神一定是為了我的益處 我凡事我都信靠祂 我們跳來這裡 我們先不說其他 先因為時間關係 《爭戰的兵器》 《聖經》給我們爭戰的兵器 很多人對於爭戰的看法 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應該從《聖經》去找 我們一起讀一下 《勞家十章十九節》 我已經給你們權兵 可以踐踏蛇和蝶子 由聖國仇敵一切的能力 斷滅有什麼能害你們 這個說有什麼可以害你 鋼頭害不害到你 就座害不害到你 很多人很擔心家族就座 在《聖經》裡面說 《斷滅有什麼能害你們》 其實《聖經》裡面說到 《神會追討你的罪自乎及自乎自乎三、四代》 是犯罪的後果 不是講到就座 《聖經》裡面說到你一遵從神 《神會祝福你至千代》 我想問你 你爸爸不聽話 你聽話 祝福你千代 不然就座了你 其實不是座了 不是座了 是追討 是追討還是祝福呢 那你聽話 那當然是祝福的聖經說了 其實《聖經》是多次說到 你親近神 遵從神 一定祝福 不會有就座追討你的 那什麼情況有呢 當人在罪中 他受 即是家族的影響 在罪中 又沒有信靠耶穌 那當然是就座了 但如果他聽話的時候 他遵從神 親近神 是不需要懼怕的 那你說得很清楚 《斷滅有什麼能害你們》 耶穌說了 那你抓緊這句 《斷滅有什麼能害我》 沒有什麼能害我 只要我親近神 遵從神 遵從事奉神 神一定凡事祝福 因為太多一些坊間的傳話 而那個經文不是從《施經》而來的 因為《聖經》是說到 它只是追討你的罪 即是這個罪的後果並不是奏作 那我們就不要將奏作放在身上 有些人就去想了 糟了 是我爺 阿媽 哪一代呢 他犯了什麼罪呢 以至我受咒作呢 其實當我們真心信靠耶穌 我們都擺脫那些影響 即是說他們是怎樣 罵人 我擺脫影響 我信靠耶穌 我滿有神的恩典 一定神會祝福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每一樣聽到的教導 不要這麼快 什麼都受落了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跟他趕家族咒作真的有反應 其實基本上你做很多都會有反應 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根源解決 是你趕家族咒作 他就沒有家族咒作 還是他親近神和遵從神沒有家族咒作 這一點很重要 是你斬斷 譬如那個人仍然如此 又不親近神 又犯罪 又軟弱 然後你奉耶穌名 斬斷了這些家族咒作 你阿媽 阿爺 全部斬斷了 那是不是他蒙福呢 其實是不會蒙福的 是一定他跟神的關係好 然後處理生命的時候 他愛神 神一定為他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想到 聽到的 什麼都是最好的恩典 所以 處理方法永遠是同神關係和處理罪 好了 《晚帖》六章十三節 很簡單的經文 主導文 我們一起讀 不叫我民如見 是探 救我民脫離兇惡 因為國道權並榮耀 全是你的奪到永遠 阿門 大家念過很多次了 這裡講什麼呢 不叫我民如見 是探 救我民脫離兇惡 這個兇惡 在原文可以解作冷惡者 因為他有個article the the evil 即是可以解作the evil one 救我民脫離兇惡和魔鬼 耶穌打這個數年禎 他說很簡單 救我民脫離兇惡 你找神 不是你和魔鬼對抗 因為魔鬼 耶穌已經勝過他 你親近神 耶穌就勝過一切的邪靈作為 救我民脫離兇惡 多簡單 你不用用很多方法 救我民脫離兇惡 神就會救你 只要你親近神 遵從神 神就祝福 當你看全本聖經 還有有時有些人的教導 未必是合乎聖經 我們要分辨 分辨之後 就算以前這樣信 我們應該學習去改 正如有些人相信災前避體 當聖經很清晰的話 是耶穌回來才避體 我們改不改 還是我們堅持 我信開是這樣的 我希望大家 不是跟人 是跟神 因為我看到太多跟人的教導 所以我一定是 在一個困難之中 我一定會開聲 去告訴別人 如何是跟從神的方法 好了 這個全副軍莊 以忽所思六章十六節 此外有拿著信德 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信心就滅盡那火箭 信心是甚麼呢 我信神會保守我 我信耶穌 信靠祂 魔鬼的攻擊就沒有了 就這麼簡單 聖經用的方法就是親近神 魔鬼就無法攻擊 就不是說 我們可以趕邪靈 但是我們不用整天 奉耶穌明甚麼咒作 你現在全部離開我 而是多些親近神 聖經是沒有教到 這種祈禱的 即是說 不斷對抗那些咒作 對抗那些災禍 而是親近神 神一定會保守我的 好了 聖經見我們在困難中 倚靠神來得力 臨前十章十三節 就是在一切試探 神都為我們開出路 所以幾困難都好 神答應了他一定做 都是事的 所有的應許在神裡面都是事的 還有就算四面受敵 我們不被困住 我們不會被困綁住 我們靠著耶穌 一定是得勝有餘的 還有金句 甚麼叫金句呢 就是聖經 聖經裡面 你讀聖經的時候 譬如說 但甚麼叫金句呢 就是有些 真是對我們有靈命的幫助 你就可以在聖經上記錄 你也可以在你的手機上記錄 你就可以來記錄 譬如這裏三句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我身上 經常記住 神現在在這裏 但很多人不一定相信 神現在和我一起 現在按手在我身上 祝福我 還有 神是愛祂的人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 你都聽我說這經文很多次 但你深不深信 只要我愛耶穌 祂一定為我預備好到不得了的恩典 甚麼就助 甚麼困難 甚麼都不用怕 全部靠耶穌得勝 還有耶穌說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神是一定會幫助我們做更大的事 侯主幫助我們 捉緊聖經的應許 當你聽到任何的教導 首先用聖經來分辨 讓你的信仰是堅定 不受人的影響 因為 譬如有些人 我經常聽他們說 我今天有攻擊了 他們有甚麼後果 我經常說 糟了 今天發燒 又攻擊 被人罵 又攻擊 踩油魚 又攻擊 新聞的東西 又攻擊 每天都攻擊 很慘 聖經有沒有這樣說話的呢 聖經是說到 我們在神裡面 是有平安 有喜樂 有力量的 耶穌來是甚麼呢 叫我們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不是得得更豐盛 是更豐盛的 所以我們不要活在那些租質神學裡面 經常都是租質的 真的很慘 很慘的 神是幫助我們的 給力量給我們 是給盼望我們 只要我們一悔改信靠祂 親近祂 祂一定祝福的 大家相信不相信 那你就放下租質神學 好 主要幫助我們 好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這裡也順便說 背禁句是甚麼幫助呢 幫助我們靈命 也幫助我們記憶力 以及加增智慧 因為任何情況 你知道神的方法 以及預防老人癡懷症 這裡講到怎樣背禁禁句 多讀和聽聖經 在家常可以播放的 經常聽 重複讀和背仲 跟著他一邊讀 有些經文是先背的意思 然後才準確地背 有時候也盡量說 分享聖經的經文 我們就能夠記得了 在神的話語紮根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 我們一起唱這首詩歌 以及另一首詩歌 這首詩歌就是 《我將你的話藏著心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便答我得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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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多謝你 神願你來塗造我們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改變我們 要轉斜 轉了 多謝耶穌 我們將我們的心打開 讓我們的心被神軟化 讓神去改變 多謝神 多謝耶穌 神願你來塗造我 使我做靈類果子更多 神願你來塗造的 Macedon 《我仍然所有 clears Yocha》 從茶 多謝神 多謝者 祂周 多謝神 多謝天父 神愿祢 来途中啊 使我再灵里果子更加 提妙圣灵 请像圣灵 请像圣灵 来途中啊 我可莫洁静 提罪不为愿能识性 恩主我 后能将祢 心内 犹和于谦卑 行役海以成 陷阅万千生命 将显微是灵性 恩主我 后能将祢 心内 犹和于谦卑 行役海以成 陷阅万千生命 将显微是灵性 将显微是灵性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我一起闭上眼去爱神 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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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 我祝着祢 我祝着祢 我依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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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主帮助我们捉住耶稣 捉住祂的话语 将神的话语藏在心中 免得我们得罪祂 也不用惧怕 因为耶稣叫我们活得更丰盛 叫我们得生命 便得更丰盛 耶稣叫我们不是活在惧怕之中 我之前所说 我不是家人会影响我们 家人会影响我们 但答案在耶稣 是亲近耶稣 处理生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好感谢耶稣 求主洁净我们的心 你的心里面有些担心 死下死下 放下那些重担 这一会儿 奉耶稣明 我放下那些重担 如果你的心口觉得似着 用手掃一下 奉耶稣明 把那些重担放下 把那些烦恶 把那些烦恶 放下 所有的不开心 放下 帮助我 有清爽的心 我深信耶稣释放我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落 很简单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落 有信心 满入盼望 不需要惧怕 不用怕人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来到奉主耶稣 聖命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落 因为国道权并 荣耀 全是理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请接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聖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让我们活在平安 兴散 安慰 得力的状况 而不是活在 懼怕 憂慮 担心的状况 叫我们不在一个租资 神学里面 而是一个兴散的神学 喜乐的神学 活在神的爱中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百姓 祝福 Ta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